给英图万赞多的生日祝福 赞多的初印象就是 很大神的感觉 现在呢就感觉 他是一个特别傻乎乎的 但是同样内心也很细腻的 一个哥哥的感觉 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变 单独永远是赞多 我第一次看到赞多的时候 他的跳舞非常好 他也是一个安静的人 所以我以为他是一个演出人 但是现在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 他喜欢开玩笑 所以我很喜欢他 最初的印象是 他跳舞特别认真 所以本来我就觉得 他是那种特别严格 现在完全变化 他是特别放松的人 特别有意思的人 或者特别爱身边的人的音乐 对赞多的对他出印象呢 就感觉这个人深不可测 然后推上之后 他跳舞真的很厉害 现一项就是他真的笑点非常的低 什么事情他都会笑 别人吃饭吃完了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比例 我最开始见面的时候呢 他一袭红色的套装 然后感觉脚下有风火轮 现一项就是一个被毛肚肚 征服的外国人 哈哈哈哈 呃一开始觉得他就是百年一律的跳舞器材 就是因为我没有见过那种舞蹈 然后他笑的就让我震撼了 然后现在印象就是他挺可爱的 他是那种会撒掉的人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跳舞太厉害了 现在的印象就是他听过贼厉害救命 怎么可能那么厉害 对散多的初印象就是很厉害 特别特别厉害 到现在 就他唯一有一点改变 就是他比我想象中更是一个工作坊 对就他无时不刻 原来都在工作 初印象是哇他跳舞好强啊 然后就是他跳是House嘛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当时就是觉得哇 对因为House本身是一个 呃在国内不算是一个大众的舞种 然后当时看到House就觉得很感动很感动 然后他又跳那么帅 现在现在的印象呢 就是他就是一个呃 憨憨的大男孩吧 就是一个这么不错的好哥们 最想给大家多点赞的就是他的笑声吧 他的笑声没有弄性 每次当他一笑的时候 我们就喜欢跟着他一起学 然后他每次听到我学 给他笑的时候就会挠我的痒 然后我真的啊 我现在受不了他挠痒 他太痒了 他的中文心不得很快 还有他是一个很靠谱的人 什么为他恋赞 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所以 Thank you 我想给他一个赞 我觉得他是一个体贴的人 就是很用心 不管做什么 不管给谁做 不管是什么情况 他多累或者多舒服 他会一直用心 做所有的事情 给大家多点赞的就是我们的舞蹈 有很多地方 有些 不齐的地方 他会帮我们扣一下 然后 其次有些 虽然已经齐了 但是他觉得效果没有到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 怎么做这个动作 会更有气势 我最想给大家多点赞的一个是 他喜欢拍摄 视频 然后为自己剪辑嘛 我觉得他有很多 灵感 他知道自己的舞蹈 在画面里面 怎样把自己的优点最大化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 呃 人家里 当中点赞的是 他跟哪个人的那个伪到吗 最想 点赞就是 我觉得他那个 他时尚 就是他富的衣服 我很喜欢 这个要 登登登登 对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们上舞台的时候 然后如果 腿疼 还是什么地方疼的话 他就是 就是知道我们可以帮 帮助这个人 对 他就是一个 帮助 我最想给赞多点赞的 就是他的意义 我很喜欢赞多对作品的认真 然后他对 音乐 对舞蹈 他都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 祝赞多生日快乐 希望他的生活当中 可以 赞多多多多多 毛肚多多多多多 笑声多多多多多 赞多生日快乐 看到你 原来也好 原来也厉害 好为你告诉你 支持这儿吧 拜拜 我想说 谢谢你 因为 每天你让我很开心 让我小朋友 所以我想说谢谢 I love you Happy birthday 赞多 祝赞多生日快乐 我希望你可以多多吃你的马肚 豆腐 可以吃很多很多的毛肚 我希望你给吃的开心 赞多 生日快乐 祝我们的赞多 在新的一岁里面 可以平平安安 身体健健康康的 然后天天开心 祝赞多一句 生日快乐 诶 诶 赞多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你在中国 因为你也来了一段时间了嘛 也感受到这里的丰富人情 各种美食文化什么的 希望你能感受到更多 让你觉得 哇 中国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的理由 然后希望你在这里生活的开心 也希望接下来的 在一般的日子里面 然后能发挥出这些更多的小光景 赞多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开心 然后跳舞更牛更牛更牛更 然后你收到的点赞 然后多多多多 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你 可以每天开心 吃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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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赞多 生日快乐 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多注意休息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在跳舞 在编舞 高强度的工作间隙中间 我希望你能够抓到一切时间 让自己的身体好好休息 这就是我对你 亲最最大的祝福和愿望 祝赞多 生日快乐 希望新的一年里面还是那么帅 然后还是那么优秀 生日快乐 赞多 赞多